啊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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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大家都在問我為什麼我的鍵盤沒有RGB 其實是我原本的RGB鍵盤壞掉了 但為了RGB女神的封號 又礙於我對鍵盤的挑剔性 最後選擇了 這把Cherry MX Brawl 3.0S 在機械的鍵盤中 我幾乎都挑選Cherry軸 畢竟使用了這麼多款軸 還是櫻桃軸最符合 有打遊戲上的手感 現在Cherry原廠正式進入台灣 來看看正統Cherry的顏值吧 全黑又簡易搭上霧面質感的盒子 不帶多餘的配色機圖案 簡潔俐落且低調 它的顏色選擇上 則有黑色與白色 兩種顏色 這是我開箱的就是別於以往的白色 大多數玩家都怕髒 不太敢選白色 但白色鍵盤能提倡出來的質感 也是黑色所沒有的溫柔氣息 打開箱之後 可以看見白色鍵盤主體 根本就是仙女的鍵盤 可以很清楚感覺到 它的鍵盤排列是非常緊密 沒有空隙的 接著上下左右按鍵有稍微拉出間隙 讓整個鍵盤的體積再縮小 而它的鍵帽一樣 也是採用ABS材質 讓大家科普一下 三大鍵帽材質 也就是ABS POM 以及PBT之中 ABS是最軟的 手感也是比較舒適的喔 它精美的編排 還縮窄了邊框 搭配上鋁合金 一體成型 無螺絲的底座 真心想說 根本完全就是我的材 我的眼光也是頂不賴的嘛 另外 這把鍵盤採用的是分離式染線 在鍵盤拆裝上都非常方便 如果有備用染線 要把鍵盤帶著出門的時候 就只要把染線拔除 直接帶著備用線 跟鍵盤就能出門 回家後也只要把鍵盤接回染線就可以囉 而且接頭設計有加長 相比傳統連接處理 也較為穩固 在ESC以及F1中間 有一顆cherry按鍵 只要長按一秒 就能開啟同步程式 你就能很快速的設定你的編程 還有背光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鍵盤到鍵帽 即文字上的刻印 都是cherry原廠親自抄刀的喔 正前方還有刻有cherry的標誌 整個虛文感爆棚耶 我來拔掉鍵帽給大家看看 無鋼板的底部 直接就是羅軸了 你說有什麼差別嗎 差別可大了 對於手感極度龜毛的我 底下如果有鋼板在 會讓回彈感降低 而這把鍵盤無鋼板的設計 反而更能體現出 茶軸的舒適手感 知不知道 音樂都有在講 你有沒有在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怎麼直接在鍵盤上控制燈光吧 在鍵盤上你可以看到一個FN FN可以搭配F4 是關閉燈光 FN加F5或F6 是調整亮度 FN加F7跟F8 是調整燈光的速度 然後FN加F12 有多種模式的燈光切換 我可以稍微切換給大家看一下 喔對了 因為同樣都是Cherrys喔 但是會因材質跟重量而改變影響手感 給你們聽聽同樣都是Cherrys 插軸放在不同鍵盤上的聲音 整體上來講 我個人超傾向於金屬鍵盤 因為與塑膠鍵盤比較起來 塑膠鍵盤比較容易磨損磨耗 用久了顏值就不好看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想要這支鍵盤嗎 在底下留言 我愛Cherry 並且按下你的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有機會抽中喔 影片發布日期的7天後 會在YT社群公佈抽獎名單 隨時關注也好 下一次開箱的好物再見啦 掰不 出發布日期的 出發布日期的 有機會 出發布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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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布日期的